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乒乓外交的启动人之一 是当年的中国的乒乓球队的国手 庄泽东先生 他是其中的一位重要的人物 今天呢 我有机会来采访到 庄泽东先生的日本的夫人 他呢现在拿着庄泽东的照片 您能告诉我们这两张照片 是庄泽东的先生的什么状况 这个照片呢 就是当年 71年 在民国第31届 那个食品赛的时候 和美国的运动员 柯恩 他们两个呢 相互交换礼物吧 这个呢是庄先生 前一天在车上 给他送的呢 就是杭州织紧 然后呢 这个呢是第二天 柯恩呢给庄先生送的 那个T恤衫 上面别着那个美国拼鞋的一个金人章 当时呢 不是 柯上了车了嘛 那么 整个大轿车里头 几十个运动员坐在 坐在那里 一看美国人上来了 都不敢开身了 全紧张 压切无声的 全紧张了 当时 庄先生不是坐在最后面吗 他说那个 他现在反复琢磨 说如果是那个 去了 违反了这个 外事剧流 那立刻就是 反送 遣返了 遣返到国内 然后呢 乒乓球也打不了了 国家队那也待不了了 对吧 后来他又琢磨说 那个 周总理不是说了吗 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他琢磨了半天 最后呢 就那个包里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指紧 他就拿出来 领着那个 那个翻野去 跟庄恩 说话去了 所以他呢 也是予遇过的 当天不是 下了那个大巴以后吗 那个 好多记者 包括日本记者 不是 拍照吗 把那个庄恩和那个 庄先生就 下了车以后 两个人握手的 亲警就拍下来以后呢 第二天那个报纸上都登了 这个大照片登上了以后呢 那那个 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了 就找他谈话了 晚上 晚上找他谈话 他说你看那个照片 说事情都闹大了 说是你以后呢 不要 管这是事 说你是运动员 你就 专门 那个打球也行 这些事情呢 我们来管 还是找回家谈话了 您跟庄先生的 是在日本就已经开始 认识 交往了 我不是 身在中国 沈阳 长在中国 西北 57年开始不是 张先生们横扫欧洲的时候 我们也是小学五年级嘛 我们一家是67年 就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呢 7年 中国的那个代表团 是第一个 我们回去以后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 到日本访问的一个代表团 当时呢 我回到日本以后呢 一直不安心在日本生活 老是想念 想念中国嘛 然后呢 说这平凡代表团来了 就好像是呢 哎呦 非去不可 好像是不见他们呢 就好像是心里呢 决定的是 亲人来了 你都不去见 就那个感觉 所以呢 就给母亲说完了以后呢 拉着一个同事 就跑得起 第一次 去了以后 人家是第二天就开幕嘛 开始比赛了 所以呢 日方的那个接待小组呢 说是 人家明天就开始比赛了 现在 情绪都特别紧张 你去跟人家打扰 人家不行 说那 先回去吧 说等他们 闭幕完了以后 你再过了 没办法 我就老老实实一回去 回老家了 到了他们那个比赛完了 结束以后吧 我又跟 拉着又大的那个同事呢 去 去了以后呢 那个 日方的这个接待组组 通知那个中国 中方 中方的领导呢 听说是正在开会 他说小庄 那个外面有两个客人 我们正在开会呢 你去你出去 那个见一下吧 啊 就这么一句话 这缘分呀 然后呢 跟张先生 就说了 也差不多五分钟吧 嗯 后来呢 之后 给我送了一个 那个别针 是塑料的那个别针啊 胸针吧 我说我不要这个 我说我要你 行针带的那个国会 哈哈 你是大要求 张先生呢 就那不行 这个呢 是我们出场比赛的时候 都要带上这个的 每人只有一个 所以呢 送了你了 我就没有了 不行 这不能送 嗯 没办法 我就把这个 行针就 因为有时候表达的时候 太激动了 表达不出来嘛 所以呢 哎呀 是 我说简单写一份信 结果没想到 刷刷刷刷 写了三张 哈哈 第二天 赵正宫他们和张先生 接见我们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信 给他们看了 他们看了以后呢 就收起来了吧 没想到呢 张先生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以后 在成果阁地 要讲那个 出国访问的 这个成果的会访 当时呢 提到了我的名字吧 这个我都不知道 后来我就参加 参加到那个 那个油耗商社 商社就是油耗 油耗贸易公司嘛 油耗贸易公司 对对对 每年呢 在广州不是当时 有那个冲季和秋季 出口商品交易会 交易交易交易会 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每到一个 那个谈判室的门口啊 不是要求先安排 那个掐谈的那个时间吗 对 我就把名片拿出来 我说我就要 走走走我们冲子啊 请给我们公司安排个 谈判时间什么的 咦 他们就很惊讶 说 哎 你要走走我们冲子吗 我说是啊 嗯 我也感觉奇怪 干嘛你们都知道我的名字啊 后来呢 有一个 你工作人员就给我说 你工作人员就给我说 而张先生在称歌哥的讲那个 汇报的时候 就提到过你的名字 就名古见面以后就没有见过 就没有见过 就在没有见过 对 结果没想到去了以后呢 还想可以 声音也比较 轰亮 然后呢 说话也有声色的 爷爷呢 就听到他 就是谁呀 谁找我呀 就这么想 哈哈哈哈 人还没进来呢 是他对姓 是是 声音就进来了 进来之后一看 穿着拖鞋 然后呢 挺热嘛 短裤 被吸软 摔着背心 打着背心 就进来了 进来了以后呢 我就没客声 结果招鞋就说 这是那个 日本人 他来见你 也没说名字 就说他来见你 张正芳说你认识 你好好看看 认识不认识 张先生呢 他这么一看 他说好眼熟啊 后来他说 是不是叫做吴东子 我说对啊 就这么 赵丽呢 也经常 给他也打电话 给我也打电话 说哎呀 我们去哪里玩玩 当时我们在北京 正在流行 那个打保龄球嘛 刚新起 对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就说 那就好吧 打保龄球去 也一个星期呢 也起码去一次 去打保龄球 保龄球 打保龄球 我是教练啊 哦 您是高级了就会 我是教练 他是学生 可是没打两次吧 我的最高分呢 是一百七十多 一百七十多的话 以为他还可以吧 是中等水平啊 哎 没教他没两次啊 他也打一百九十多分 超出二十岁 对 我这个教练没有面子了 教练没有面子 那时候呢 我说哎呀 我们给那个赵丽说 我说哎呀 我们那个几号几号休息 节假日什么的 一说 哎 就能把张先生约出来 我就感觉奇怪了 我说怎么老是 我有时间的时候 他就可以出来 陪我们玩啊 就问赵丽 我说是 怎么回事啊 后来人家说 哎呀 你不知道 人家五月 哎 二月份就离婚了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他呢 现在十一个人 才知道 后来到了 中秋节的 中秋节的时候 庄先生呢 约我晚上赏月 我就下了班以后呢 骑着那个自行车 结果呢 骑着那个呢 骑着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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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公园 没有 我没想到就是 他只约了我一个人 哎呀 我不习惯 有点紧张 生平第一次 一姓两个人啊 呆在一起 真是很紧张吧 后来他就 给我送了一个 那个 他的一个 初女 初女就叫 床一床 他是那个 冰棒球的一个 书 他就把这个书呢 他是第一个 送送给你 第一本 他说送给你 就送给我了 我呢 当时呢 常驻北京的时候 没事干 就经常 看那个 唐诗 三百首嘛 就把那个 那个 叫什么 那个 天下谁人不识君 天下谁人不识君 莫愁前生无知己 对对对 天下谁人不识君 就把那个呢 哎呀 刚好看到那里 听好了 就写的 送给他了 就这么 差不多就 相后就有 有意思了 意思了 啊 这一组 庄泽东 在我离生命终点 不远的地方 在我即将离开 人生旅途的时候 说几句心里 感谢 感激 与我同甘共苦 相依为命的妻子 左左目敦子 对我浓浓的爱 及无微不至的关怀 由于爱惜一体告别 三不开追导会 四不写导词 五迅速火挂 骨灰 由妻子处理 2012年8月7号 今天这个采访当中 我感受到了 第一个 是深情 无论的庄夫人 展现的 庄泽东先生 所写的书法也好 作品也好 以及呢 他给我讲的故事也好 还有包括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爱情的故事 这里面充满着一种 浓郁的深情 对中国的爱 对家乡的爱 以及他们之间 彼此的爱 如果说第二个感受 我感受到了一种乐 那么在庄夫人介绍的 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给我介绍了呢 在庄泽东先生 失忆的时候 他成为了庄泽东先生 失落的朋友 他说呢 实际上 现在是庄泽东先生 在支撑着他 来呢 走在呢 人生的呢 这样的一个道路上 那么第三个感受 就是我感受到了 一种正能量 特别是庄泽东先生 讲的 一球不争 何以征服天下 所以呢 在当今的 这样的一个 竞争的时代里边 我们如何 增强自己的实力 我们如何 能够有规则 有秩序的 在这个竞争的世界里边 脱影而出 做出贡献 我觉得呢 这都是我们今天 采访的 所获得的 我想最后啊 请庄泽东先生的夫人 给大家讲一个 简单的几句话 很荣幸今天有这样 珍贵的时间 能阐述我心里 多年的 叫感情 还是叫想 很感谢 那个 江峰先生 还有以及 其他 先生 给你我 安排我这样 宝贵的时间 谢谢 感谢